我们总裁因为痛苦 一直不愿提及那个女人的名字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 叫孟陈霜 真不错 不愧是我儿子 我天生丽质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有点 你呢 呼吸有点宽 来 预祝咱们今晚都能满意而归 你们两个又在我背后 说什么呢 孟初夏 有时间监听我们还不快出来 妈 我们要走了 快出来让我们看一下吧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鞋跟好像有一点高 可不可以挥住了一点呢 不行 走不稳的话 就一直挽着我 今天 我就是你的拐杖 你是我 值得炫耀的女神 行了 我先走了啊 路上慢慢吐 路上小心点啊 知道了 王美玲董事长 请问您儿子和儿媳 现在成贵运好了 您高兴吗 那当然了 那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记忆的想说 今天是慈善酒会的 好像不该谈私事了吧 看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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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 他们来了 来 过去 快快快快 这边 对他怎么回来 以前不是很低调的吗 看啊 真是要登堂武士 莫小姐 关于偷拍事件 您想做何解释啊 你可以 小姐 快点 乔小姐 找我照片上 你给我们说两句吧 对 说两句好吗 乔小姐 上次偷拍站上 确定是她吗 她现在肯定不能扯 八九不离十吧 你看 三个人就在碰一块儿 哥 我知道 嫂子 佳姨 好久不见 谢谢 感谢基金会负责人的致辞 希望今天我们拍卖所得的善款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下面拍卖正式开始 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源自缅甸的红宝石吊坠 看上了什么告诉我 买来送给你 只要你可以多收一点钱 买什么都行 三万五千元 三万五千元 有硬价的没有 他们真的不怪我了吗 我以前可是被赶走过好多次呢 这回你就放心吧 我们都约好了 他们是不会再把你赶出去的 好了 快进去吧 肯定都等着你了 我这样 不挂电话 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见到他们 好吧 行吧 你怎么才来啊 我就要去找你呢 他是在对我笑吗 是 他是在对你笑 还有没有加价的 金浩先生 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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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加价的 马浩先生 七万五千元 七万五千元 陈总 下一个就是您之前看好的那件拍片了 另外 您要的新婚音乐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第三次 张先生 你怎么出来了 回去吧 孟小姐 张先生 你说找我有事 可我们俩在这都坐半天了 你一句话都不说 我真是有点想不明白 如果你实在开不了口的话 要不我们俩就约改天 我再不进去的话 沈安会着急的 孟小姐 我认识你 比总裁还要稍早一些 嗯 在你眼中 我可能是个严厉刻薄 不同情理的人 没有 其实我特别了解您 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沈安和董事长 我从十几岁就进入了沈家 一开始 跟随董事长工作 在所总裁进入沈市之后 我又遵照董事长的嘱托 跟随总裁 帮助他 扶持他 这一路走来这么多年 沈家人 就像是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不在乎旁人怎么看我 因为董事长和总裁 都过得顺利安慰 这是我的使命 按照董事长的吩咐 一直以来 我都死守着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 我既不敢向你求证 又不敢告诉总裁 按照董事长的分析 在这件事情上 你和我们总裁 八成都还蒙在鼓里 因为如果你知道这件事的话 肯定会找到董事长那里 总裁一旦知情的话 也势必会闹到个天翻地覆 所以董事长 无论如何也不让我说出来 而且他也会担心 在这件事情上 你会由此更加恶上沈家 当然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幻查 我觉得 你应该不是董事长说的那种 你和我们总裁 是真心相爱的 所以由此看来 想把你赶走 而永远埋藏这个秘密的想法 是心不通的 长头不如短头 在你和我们总裁 陷得更深之前 为了减少一点对你的伤害 我讲还是早一点 把真相倒破了 董事长 没吓我 我 我没太听明白 什么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两句话你就听明白了 一 宣誓在回国拓展市场的时候 为了您做一个传统经典的思想 总裁一直以来 都叫别人称呼他的中文名字 是他 但是在此之前 他都一直在使用他的英文名字 而 第二句 总裁有个念念不忘的往事 你大概也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了 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了解一下 任何都能过去 我们总裁因为痛迷 一直不用提起 这个故事的一种绝交 你叫梦晨霜 你叫梦晨霜 对不起 你一定要冷静 毕竟那个时候你还小 应该不清楚 清楚 清楚得很 梦晨霜 梦晨霜 梦晨霜